每个企业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我们会在生意上感到绝望 迷失 或者是太多选择 当然我们会走到成功的道路上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 我们都会邀请 Singapore Excellence Award的得主 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心路旅程 还有他们的成功的道路 这个节目是由Singapore Enrich Group 容易呈现 你好我是阿宝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封面人物 今天在直播室感到非常开心 开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在节目当中有很大的突破 每一次我们访问企业家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企业跟他的创办人或是合伙人 当然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呢 有些企业是家庭式的 当然他就把他的另外一半闲内就给带来了 而今天呢 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已经 带第二代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 所以今天大家开心的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姓刘的一家人 就是我们的Everwell Cabers & Electrical Private Limited 负责人 哈喽你们好 就在我们的右手边的第一位 就是我们的刘小姐 就是Joyce Lin 然后呢就是刘汉生先生 还有就是刘女士 你们好 你们都代表了Everwell & Electrical Private Limited 的负责人 就是你们全部一家人都来出席我们今天的专访 很好奇的是说 为什么你们一家人都从事这个生意呢 是当时是如何开始的呢 在我20岁的时候 我们在想要在社会上将谋生的第一步 所以现在20岁的时候你就认识了刘太太 然后过后你们就一起研究说要从事什么生意 对 当时我记得说刘太太之前我们在开始录音之前就说 在当兵之后就打算了 对 请问当时当兵的时候是 是有没有打算说要帮人家打工呢 还是选择要做 就决定说我要做生意了 对 只是两种选择啊 打工或者是 做创业 创业 对 请问家族有没有在这方面是创业的吗 还是就是帮人家打工的呢 嗯 嗯 家族应该是创业的 家族是创业的 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方便分享吗 我的父亲是从事五金的 啊 ok ok 这样刘太太你呢 你家里也是创业的吗 还是就是 选择工作的打工的呢 是创业的 也是创业的 这从事什么生意的那时候 跟我们一样多电线电脑 哦 ok ok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情况下呢 就觉得出来的时候就 跟爸爸妈妈一样就选择创业 而不是什么去 去考虑说 帮人家打工为主 嗯 对 当时选择出来创业的时候 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因为只有 相信大概二十一二岁嘛 对不对 对 因为那时候挑战很大 嗯 资金方面就是一个大学问 是 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我的资金只有六千块 啊哪一年份那时候 是一九八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的时候六千块 其实说多也不说多 说少也不少那时候 是一个很辛苦的那种阶级啦 就慢慢慢慢的要把这些辛苦啦 问题啦 变货啦都要把它变通嘛 这个还是重要的重点要变的 是 求新求变哦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了要投入电缆这个生意呢 嗯 因为当时我们想投入这个电缆生意 因为我们想第一啦 这个 这个计划啦 在新加坡的竞争力 还有没有这种的范围啦 是 所以我们会集中在高科技哦 嗯 所以就想到 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是 跟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就把方向计划放在这个电缆 特别电缆 就开始慢慢的向这方面行 发展 对 所以 开始很辛苦啦 因为当时都没有这种高科技 啊 可是我们要走这种高科技的电缆 就会发展很辛苦 是 资金是一个大大问题 然后人家相 市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 因为这个市场 对 然后第三就是 可能就是当时要如何去说服 其他的商家 如何跟你们合作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 对 然后我们就要为了牺牲家庭的这些很多的条件啊 然后就要离开新加坡 我每次都要到欧洲去找新的产品 和做的伙伴 哦 OKOK 当时就是因为创业的关系 就 因为 就是要创业 要谋生找机会 所以就希望飞到欧洲那边过去 然后刘女士 当时哦 刘先生是不是 你的 呃 谈了恋爱就决定要家的人了 呃 也是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讲说 一起做生意 就是每天都一起配看 是 后来一起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哦 因为我访问了几位企业家的 他们通常都把他们另外一半带 呃 节目的时候 都会分享说 他们创业的心路旅程 因为夫妻然后 携手 就是克服了一些障碍 然后走到今时今日 所以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刘女士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哦 为什么为何会决定跟刘先生呢 和汉森先生一起并肩作战呢 嗯 因为我是 嗯 觉得 我是 一定要嫁给他了嘛 嗯嗯 所以我要跟他一起 嗯 共同努力 对 把这个事业搞好 然后 我的小孩子就是都会有好的 未来跟家庭哦 因为你是读本科的吗 是不是也是读电缆这一科系的 没有 这是从 你是读 你是毕业什么科系的呢 以前 我是 嗯 读 读 科 科学 跟 嗯 这个 普通的啦 哦 科学系 然后跑去帮 就是帮先生去做电缆这一块 然后经营就是几个生意哦 请问 企业里面 你是在公司里面 负责 哪一块环节的 刚开始的时候 起初 是不是人事啊 财务啊 还是全部一脚踢 因为刚开始 可能公司那时候 还比较的小一点点 就是 全部 全部都包到完 全部都包到完哦 可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 因为刚才 就是刘先生跟我们说过 最 创业最辛苦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市场 然后呢 就是资金这方面 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时 你们遇到些什么问题 然后你如何去克服它的 问题 就是有时起初新生意 就会一刀好像做了生意 讨不讨计 然后自己要 拿自己的钱出来 资金流转是很重要的 一块环节哦 在企业那方面的时候 所以当时就是一直拿自己的 储蓄 然后把他放进去 里面 让他 他的现金来掏钱 就是 那个就 那时候又很幸福 那时间熬了多长呢 差不多也是熬了十多年 然后又小孩子出事 也是要等一下照顾小孩子 又要照顾生意 对 因为82年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87年的金融危机 86 87年的金融危机 当时 你们的企业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熬过86年 97年 01年911 03年SARS 06年金融 07年金融危机 08年金融海啸 哇 一年差点都遇了这么多了了 你们两位还屹立不倒 公司反正越做越大 然后现在也成功了把第二代 把小孩已经带入公司里面了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Joyce Lin 就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 然后他也成功了加入自己的生意 加入企业 已经入行多久的时间了 Joyce Lin 大约两年多 大约两年多 所以从一毕业 就第一个行业就回来公司里面上班了 当然我们在节目录影开始之前 其实刘先生跟我们说过了 他从小 从小孩还小的时候 他就决定把小孩带一带身边 带我们去开会 去公干都一起这么做到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跟决定呢 因为这个是亲子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 希望孩子了解我们是出口真正的去公干 所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所有有机会就带他们一起上这个商业的道路 给他们了解父母亲在公干的时候所付出的这些的劳力 还有我们的未来的计划 然后我们在谈论生意的过程 给他们学习到做生意的理论 然后他们正在了解父母亲出国是在做什么 我们不是说去到 我们不是说去到 好像我们如果去到法国公干 我们不是说要去到法国的 巴黎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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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们也是常想 可是因为孩子的成功 我们总回头 不要 我们说我们的颜则在那边是主要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了小孩 为了小孩难道就是放松一下 然后带小孩一家去玩玩 计划成功就是我们成就有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也是几年前 我们去欧洲对吗 2010年 就全部已经是大董事了 就带他们去全欧洲去走 大家去了解一下欧洲的环境 历史 给他们去 了解 好 Joyce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这次毕竟这是第一份工作 不过你从小就在爸爸的身旁 因为我也知道说 刚才刘先生也说过 Joyce在可能小于四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 去了解爸爸妈妈是如何工作的 当时你还记得吗 那种情景说 可能四岁的小孩子 能在家里玩 伴家家酒啊 还是玩比如说洋娃娃 但是你已经开始跟爸爸妈妈 出去出国公干去旁听 参加他们的会议 你还记得当时那种情景吗 或者是说 诶 可能会不会发现到说 你跟其他的小孩子 你的童年 来的一天不一样呢 呃 也不是很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那个 经验会比较充实 对 就是也是慢慢来 不是那种很硬就是去 就是很自然的 这样子把他加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是 这样子出 出差 然后就 认识到很不一样的那个情景 情景啊 有没有这样感觉到 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家庭的背景跟教育方式 跟同年龄的同学比起来 或跟同年的朋友比起来 思维螺式啊思考方式都不一样的 或包括看世界一些事情呢 就会看的东西会比较远 嗯嗯嗯嗯 就会自己知道就是以后要的是什么 往些什么发展哦 所以是不是当父亲邀请你回来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是离 你没有准备好了 还是说啊 我想出去外面工作啊 做些别的东西 然后再回来 还是一开始就说 我就要回家 我要回去家族的生意帮忙呢 对就是这几年的那些父亲的帮忙 就是就是要进去帮忙父亲的那个 哦 ok ok 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毕业之后 我就是要回家 就是回去家里的企业帮忙哦 现在是负责哪一块环节啊 现在是Self and Marketing 啊就是营运这部分哦 行销这块东西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一代就是创业 创业容易哦 常一代都是创业容易啊 守业呢 然后现在已经交到第二代这边了了 虽然也没有正式接手 只是负责行销营销这一块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身为第二代准备要接手爸爸妈妈这企业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哦 就是一定要把它再扩充 对就是不只在新加坡 就在别的国家也是一定要把它扩充到 就是我一个人跟我的那个 我的弟弟妹妹会进来 就是我们三个人也会把这个公司的规模 是 这样我们先问一个 我们先展望未来吧 我们先把时间快点到 可能五年十年 因为通常哦 第二代我们大家都研究过 就是说很多第二代第三代 就是家庭成员 来接手他们的经营 整个企业的时候 他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来经营它 比如说找一些专的人才啊 或者是可能说 要把它搞上市啊 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或目标吗 在这方面 那些专业的人才就是 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是读那个电线的科学 哦 okok 等待等你请别人 那个外面来我们自己 我自己的弟弟妹妹都是 这方面的专家 对 接下来就成专家哦 对对对 就已经 有计划了 哇太厉害了 所以这些计划都是刘太太的计划吗 还是 没有是我们家庭的计划 因为我的第二个女儿 现在已经在英国准备了 她在Berbingham University 在工读工程系 哇哦 我觉得好厉害哦 你们一家人 刘太太 我想问一下 身为人母 身为人妻 现在看到自己的小 因为这毕竟这生意也是你 跟刘先生 白手 创出来的一个东西嘛 从没有到今天的规模 现在小孩已经准备要接棒了 有什么想法 或有什么看法吗 或有什么期待吗 对于家里的小孩子来接棒 什么期待 啊 或是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因为我知道说你们 比起你们一家人都是 我相信你们家人都是 全部都会分享 然后研究 然后做很多的决定 一起做这些决定哦 我有跟他们讲说 介绍来可能 生意的那个竞争也是 比我们以前更不一样 不一样哦 白日化 然后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要 要把这个 这个接下来的生意 三个要一起合作 是 是 就要 然后 第一次是 你们俩好像亲情很好 做生意一起也是 不可以 好像 叽叽叫叫 对 因为毕竟这是 因为毕竟这是个家庭企业 然后大家都是兄弟兄 就是姐姐妹 然后还有兄弟 然后就是要一起把他经营去 好好去归 策划他 所以接下来呢 请问两位董事 因为毕竟里面也是董事 也是家里的 爸爸妈妈 那在这方面 对公司跟对家庭有什么样的目标或愿景吗 目标就是 要看得开 要看得演 还有团结 最大的目标 事业方面要有 各方面要变 求心求变 对 对 是 孩子要有那种 自动力 哈哈哈哈 要看他们自己的自动力 是 要去拼 然后把这个社会 还有这些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对 他们小孩子再去扩充 了解 这样刘太太你呢 对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展望啊 还是 期待 嗯 就生其自然 去看他们 怎样去做 去发展 是 了解 是不可以逼他们 因为 各有各的 可能我们 已经做到这样 可是 假如他们 年轻人当然不同 是 他们的那种 读书的 那个 思维螺识 想法 见的使命都跟我们不一样 比我们更好 了解 所以当公司 当你们自己得到 就是说 知道了公司得到了 就是 Excellent Award之后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感触吗 当 当时 感触 当得知第一课 是 是 是有啊 是有很大的感触啊 嗯 就讲 我们做到今天 总算 有人认同啊 是 我们有 达到这个 地步啊 可是 就是 我们 要 迁徙的台独啊 对 更加 勇猛的 向前看啊 是 把我们的 眼见啊 事业啊 翻冲在 我们的邻国 这个是我们 最大的 起步点啊 哇 OK 其实已经摩拳插展 已经 到海外发展了 对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到现在 因为我们从 之前 明片上的得知 印尼已经有了 半支处了 已经有办公室了 接下来 还有什么地方 你们已经在 虎视丹丹 进去了 我们最主要要 虎视不敢 这样讲 最主要是要 把我们的 印尼的生意 啊 我们就要 全面的把它 搞稳 对 然后 把那边的 印尼的生意 破冲 这个是我们 最主要的 步骤 因为现在印尼 也是一个蛮大的 一个市场 刚才刘先生也说过 其实印尼 就像中国 一样 很可观 现在是每个人 都在观望的 一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呢 因为节目 来到这里 已经到一个尾声了 想请刘先生 还有一家人 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 比如说跟我们 在观看节目的 一些朋友们 他们可能想像刘先生 牛太太或甚至 Joyce你一样 就是说 想做一个家族企业 一个生意的话 如何 从一开始 就做好了 因为 好让 一开始就做好的时候 当第二代 第三代来接手的时候 他们也比较 顺利的接手 或是比较 接手过 或者说不是个烂摊子 反正是一个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企业 有没有什么 你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 给我们分享的 比如 比如说 从小 因为我知道说 刘先生 因为从小就把小孩 带在身旁 就准备他们 可以去接受 就是说 接下来以后 接受企业生意的时候 已经做好一些准备了 所以我就想说 这方面 你们会不会跟我们分享说 如果比如说 要准备第二代 第三代 来接受家族生意的话 从现在可以开始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功夫 或功课吗 很重要就是 家庭要很有 关系力很强 要会爱家 这个很重要 不能只管做生涯 然后把孩子 副个 这个是很大的仇 是 所以 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做到的很好 他在商场上做得很漂亮 在家庭上面做得很严蠻 好幸福哦 真的 这是最大的那种打劫 接住家庭的结果 在商场上他能促进他的很厉害的那种 management 商场的计划 三道哦 对 商严道就是出得了听堂 进得了厨房 他出得了大雅之堂的 讲到 听堂就是讲他会煮很多很好吃的菜肴 对对对 给我们分享 每个人都想家 哇 吃到里面 你一定要想他煮饭啊 回来啊 吃到很好的料理啊 对对对 很舒服啊 每个人都要他煮 刘太太 你太厉害了 你看 你先生因为在赞美你的时候 你女儿在旁边叫得好灿烂哦 可想而知你这个煮得蛮厉害的 我们有没有这福气到你家吃饭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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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太太这方面有什么呀 心得给我们分享嘛 最重要 反正我们第一代创 创业 第二代就要 首业 是 所以首业 必须要 第一就是要一起 那个亲情要很好 是 关系很大 连老婆要很努力 也要相信力 都要很努力的 要跟着这个市场上 对对对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同 是 现在的 人力议业专业上 就是要更加加倍努力 你讲出了我们做企业的心声哦 就是要很努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重点拉到Joyce你身上哦 在这方面 你用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 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从小 就花很多时间在你身上 然后让你了解说 爸爸妈妈是如何创业 如何每天在工作的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或者什么样的体会 作为一个小孩 作为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公司 帮忙工作的企业家 就是很感谢 就是爸爸妈妈以前从小 就一直带我出去看那些 就很 对现在的那些工作的 那个方面都很有 都有帮帮助了 对就以前都很帮助到现在 就是全部以前 就是每次就是跟他们谈天 就是听他们在声音上讲 讲做这个 讲做那个 就到现在都很有那个 然后就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团结力 就是跟弟弟们的团结力 就是如果有一样的那个目标 就一定能一起走到那里 是 非常感谢你们 社会来到节目当中 就是我们封面人员的专访 谢谢 也在这边祝贺你们 大展宏图 在新的市场里面 会有更大的发展 然后也祝我们的第二代 就是可以发光发亮 把企业带到另外一个高峰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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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是的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第一次拥有一家人 来到节目当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 从这一家人的专题里面呢 我们可以学到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全家人呢 有横目相处的精神 然后一起向上的话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我们节目标了 你好 我是阿宝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